那个知识不是力量 知识要应用的时候才是力量 那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 我以前在工作的一个地方 那个就是送货的那个司机的话 他也是读完大学 读过大学的 还是一个环工毕业的 环境工程毕业的 就受过高等教育 对 那可是他就去开车了 那你就会想象说 他是环境工程的话 跟开车有什么关系 如果他开车干嘛念到环境工程 对 所以会觉得说 如果你那个知识 比如说你读了一个环境工程的话 你应该好好去发挥你那个环境工程那个背景 去做那一份工作 你应用的很透彻 你那个才是有用的 那另外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这本书 《拿破仑希尔》 它有十几本书嘛 那有读者就打电话问我们说 那你们还会翻译下一本吗 那我会告诉他说 你把这十三个步骤里面一个步骤 你好好用的话 应该就可以赚到很多钱 不是一直追求他书本上面的知识 而是说你读了这本书 你去用了 好好去在生活上面工作上面实践 那就过了 不是说一直去追求他下一本书 再追求再买另外一本书 或者第十五本第十六本的书 其实我觉得文龙讲到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我长期在做书籍的导读介绍 所以很多人他会问我说 开宇可不可以跟我推荐什么书 他每次见到我就问我这个问题 可是我刚开始也很好心的推荐他很多书 就随着时间拉长 我发现我不断的推荐书给他 可是他依然是他 我在他身上没有看到任何的改变 有一天我就问我这位朋友说 那我推荐你那些书你看了吗 他说他看了啊 每一本都看了啊 看了很有感觉很有心得 那我就问他说 那为什么你看了那么多书 我怎么觉得你没什么改变 你还是在抱怨原本的问题 你还是在受困于本来的状况 你没有任何的改变啊 我问他为什么 然后他突然被我问傻了 结果我因为看到他那一张傻脸 我自己也有点傻掉 因为我想说我自己的人生 透过这些阅读的 应该可以说提升吧 我自己真的觉得我越来越不一样 不管就以颈部以上的部分 就是脑袋的知识 和腰部以下 腰部以下各位不要误会 腰部以下以为是某方面的能力 绝对不是哦 所以腰部以下就是口袋嘛 口袋是什么呢 就是财务嘛 赚钱应付这个熟视生活的 种种需要的部分 也越来越这个如鱼得水 得心应手 对 想要赚到大钱 我就觉得这其中的不同在哪里你知道吗 结果我后来真的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可能我会比较愿意 把我学到也认为有理认同的东西 运用在我的生活当中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哦 就是说在我们开录音机之前 我有跟文龙分享我自己阅读这本书的经验嘛 因为这本书真的是经典中的经典 所以里面有非常多的话 非常棒 那我不知道当你看一本书 看到一段话非常棒的时候 你会怎么做 像我自己就会把它登录在我 智慧型手机里面的日历里面 然后呢 把它登录进去之后呢 我会去设定一个时间 比如说这里面思考之父有一段话是 成熟的好处之一 就是给人更多勇气忠于自我 不论其他不懂的人怎么想或怎么说 那这段话呢 会即将在2011年的6月12号 礼拜天的下午4点跳出来给我看 我的意思是说 他不是 我一定先去输入他嘛 那我做这样的一个跳出来的部分就是说 我不知道我人生在那一天会碰到什么事 可是随时好像有一个另外一个老师 在提醒我 那你说我为什么要设这个时间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设这个时间 我设时间都随机的 看感觉看心情的 比如说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刚刚讲到知识只是潜在的力量 只有经过组织变成明确的行动进化 并且贯彻到底的知识 才能变成真正的力量 这段话会在2011年的6月30号 礼拜四的下午3点45分跳出来给我看 我要说的是什么 虽然这里面只讲到我怎么去设定一个自我提醒 可是很多朋友在你读到一本好书的时候 你连自我提醒都不愿意 就是你读完就忘了 或者是你只是能够背得朗朗上口 可是它对你的生命没有任何的改变 我自己不知道有太多太多的这样的一个经验 就是当我读很多书把这些登录在我的形势力 它自动跳出来的时候 刚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设定那一天的那个时候 但刚好那个时候我碰到的困境 那一句话跳出来 让我一念之间就转过来 其实人有时候会困住不就是一念之间吗 对啊 所以最近有所谓的一念之转 是 没错 所以在这本书里面 我觉得它里面谈到像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五章教育的部分 其实教育它真正的意思就是让我们 不是我们去学一些所谓的外在的知识 而是在这本书的108页说的 它说教育这个字的自首来自于拉丁文 拉丁文的原因是由内引出引导或内在的发展 所以受过教育的人不见得拥有许多普遍性或者是专业性的知识 但受过教育的人可以高度发展自己的意志 能够随自己的欲望达成任何目标 却又不妨碍他人的权利 是 所以这样这个话的话 有归纳到就是他这个作者讲到的一个部分 就是如果只要你心中能够想象的 而且真心相信 无论是什么都能够成正 这个就是思考知乎的一个结果 让我们回归到年轻人的话 他不会这样想 他会想说我什么时候可以买到一个LV包 或者一台苹果电脑 他不会想到说我某年某夜要设定一百万 或者买到一个房子 对不对 所以我们都会给整个社会 或者所谓的媒体都牵着 我们就失识了我们的意识 其实我们应该就是像这个作者所讲的 我们就是应用我们的知识 或者我们有应用我们的个人的意志 来达成我们的目标 就是也是要靠自己 其实每次谈到这个我都会觉得 欲望是一件好事 因为欲望是推动 社会和个人前进一个重要的启动因素 就像这一本书里面 其中有一章也讲到这个信誉 就是Sex 这件事情对于人 他如何启动他内在能量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影响因素 那每个人身为人 他的一个最基础的欲望 就是身为一个生物的基础欲望 就是信嘛 所以他如果能够做一个有效的转化 他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常常觉得很多人的问题来自于什么呢 就是当他设定要买LV的包包 如果你真的想买LV的包包 那麻烦请你想办法 而且想的办法是怎么样 不是伤害别人 不是掠夺他人 而是如何去扩张 扩展自己的真善美的部分 那我觉得真正问题在于说 当他买不到LV包包的时候 我们的社会似乎在很多地方 暗示我们去责怪他人 都是谁的问题 都是政府太烂 经济不景气 所以我没有工作 所以我买不到LV包包 那你为什么不去倒过来思考 其实不景气 又不是只有你不景气 与公平的下在大地上 有些地方会水灾 有些地方刚好需要水 那我们关键如何是转移我们的位置 我觉得整本思考字幕里面讲了一个最重要的关键 就是我们如何去转移自己的位置 如何去调整我们自己 找到自己的定位 对 因为这个世界上不要一直是求那个公平 就是说你要想要在上面去看待 因为之前有听过就是雨水 有一些雨水是落在错水锅 有一些是落在有钱人的食堂里面 那这个已经是定了 就没办法去改变了 那我们只能改变我们可以改变的事情 那我们就要从我们自己的位置去找到我们的立足点 对 我觉得生命当中唯一公平的事情就是我们都有自主选择的能力 对 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 对 你就算在一个很困苦的地方 你还是可以选择你的态度嘛 对 就像我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 两个囚犯被关在牢笼里 一个人低头看见泥泞 另外一个人抬头看见满天星斗 关键在于你要看哪里 所以其实这本书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我们刚刚跟文龙只是挑其中的第五章 专业知识对一个人的影响 那或许你这20分钟听完之后只听到 原来不是学到什么 而是我如何去组织运用它 这比较重要嘛 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在于说 这里面如果你只光听到这一点 或者是就已经足以让你有一些正面的影响 或者有某些感动的话 那你千万不要错过这整本书 能够带给你一个完整式的思考 但讲到这边 我要邀请文龙共能分享一下 我们知道90文化除了出这一系列经典书籍之外 你们好像也有运用一些现代科技的工具 然后让更多的朋友能够认识90文化 包含思考知识这本书 对比如说我们就是这本书的话我们有应用那个FB Facebook的部分 演书的部分来就是 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在上面的话成立一个粉丝网 那分享里面的一些 出版计划能够让我们的听众了解一下你们近期会推出哪些好书给大家 是我们可能会不要跳脱就是说另外一个领域在领导的领域 领导统预这个部分 那我们最近会出一本关于篮球场上怎么样做个领导统预 那这个领导统预怎么样应用在商业社会上面 那我们那个作者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美国的那个国家的篮球领队K教练 K教练非常有名啊 他是一个杜克大学里面的一个学校的教练 可是MBA一直想要去挖他可是他一直不动 他会觉得说我的坚持的话就像思考师傅里面的一些想法 就是他要坚持在一个教导怎么样去引发那个学生的潜能这样子 那我们会出这本书就是K教练他怎么样 他带领了一千多场的比赛的话可是他得到九百多场的胜场 百分之七十几的胜场 对,这是很不可思议的 那这个是我们可以学习在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所以我们就是接下来他七月份会出这本书 所以其实常常有时候听到一些朋友 尤其在文创业的朋友跟我抱怨说这个大环境怎么样 然后现在的人不读书 可是我常常都会觉得与其花力气去抱怨 不如花力气去怎么样去创造去行动 那今天九十文化我们的文龙就是在这其中的行动者 所以希望我一直有一个感觉是 《活水网》所推荐的书籍里不见得是最新的畅销书 也不见得是最大的出版社所主力出版的书籍 但是我有一个最重要的坚持就是好书 特别是这块土地上真的会有很多人默默的为我们的心灵 为我们的各个领域做一些很扎扎实实大根的动作 所以九十文化就是这样的一个坚持吧 所以今天很谢谢文龙接受我的访问 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不要错过九十文化为大家带来的好书 特别是这本《拿破仑希尔的思考之父》 谢谢文龙 谢谢 谢谢初杉兰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 期待我们未来更精彩内容 拜拜 欢迎来到活水网 让活水网为您带来最精彩的成长内容 活水网网记为www.4books.com.tw -end- - - -